大家好 我是雷姨姨 那你现在在观赏的仍然是本周的 来跟从我的进入102篇到150篇的影片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二个影片 那再来呢我们要谈的是 127篇的三到五节 那他不在我们这次的研读里面列出来的范围 但是我很想谈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段很短的经文 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现在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呢 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好然后呢 甚至呢他会说在少年时所生的 所以他其实是很鼓励 人们早点结婚 如果是适当的婚姻的话 所以 是什么 少年生的儿女会如勇士的剑 生的儿女是勇士手中的剑 所以这个是 好然后呢 还说如果呢他渐带充满 也就是说他如果生了很多的话 然后他就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 要生养众多便满地面 因子孙而喜乐 那当然不是我只有特别讲到这个 我还是想要讲一下领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十二使徒定儿主的米尔安德森长就说 他说对于能够生育儿女的夫妻而言 能为主的灵体的儿女提供肉体身体 实在是一项崇高无比的特权 那我们相信要组织家庭 也相信要养育儿女 一个小孩出生时 父母便是在实践天赋计划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什么呢 是把儿女带到世上来 那家庭是神永恒计划的核心 所以他要见证 拥有儿女是一项伟大的祝福 他们会在今生跟永恒为我们带来幸福 这个是他在2011年10月总会大会的儿女的 这篇演讲里面讲到的 然后呢为什么那个可以生儿育女是一个一对夫妻的一项崇高无比的特权呢 能个在 因为这讲到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然后所以在家庭治世界文告里面 我们就有学到说 家庭是造物主为他的子女永恒目标锁定的计划的核心 那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 也要爱护跟照顾他们的儿女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那父母有神圣的职责 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 提供他们属世跟属灵所需的 也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 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 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这个是从那个家庭治世界文告里面 我们取出来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前总会辞助会会长朱莉贝克姐妹也说到 她说新生代在年轻岁月为自己 为拥有自己的家庭做准备的重要 她说新生的一代要了解 生养重波遍满地面这项诫命仍然有效 她说生养儿女是信心的表现 母职跟父职都是永恒的身份 在这个计划中 各自肩负身为男性或女性的那一半的责任 那年轻岁月正是为这些永恒的角色和责任做准备的时候 就是她在2011年3月 丽亚赫拉的有教导有关价值的教义的这篇文章里面谈到的 所以希望这些事情可以澄清一个部分 当然我也很希望结婚 也希望拥有儿女 但是呢如果我结婚了恐怕我的年龄不允许 但是我想神还是有这样的界面 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因子孙而喜乐 那我自己虽然没有小孩 但是因为我教小孩 我真的知道有时候跟小孩子相处 要帮助他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我还是相信神会祝福努力的教养教导 他们的孩子行走在正义中的父母 他们会因子孙而喜乐 也会因为他们正义的教养他们 而受到神给予的祝福 OK 好这个是这个部分我想要谈到的 另外呢就是最后最后我要以赞美 OK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这几天就是要赞美 我想一定有很多的赞美 不管是我 不管是你都有 但是我们我仅能以这些部分 我不会全部都念 OK 我仅能以这个部分来 结束这个 这个这一周的分享 那从146篇的第一节 第五节跟第九节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 以色列的神为帮助 仰赖耶和华 他神的人 这人便有福了 好然后呢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 孤儿和寡妇 即使恶人的道 确实恶人的道 完区 所以真的 我们要赞美神 赞美耶和华 而147篇的三到六节 他一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点数新数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 伟大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法度 无法度量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请赴于地 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称赞他 因为他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特别是孤儿寡妇 然后呢 再来是他医治 伤心的人 然后呢 他有能力 然后他也扶持谦卑的人 好 再来呢 他说他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孙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 使你满足 所以他赐给我们平安 再来 148篇 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新宿你们要赞美他 天上和 天上的天和 天上的水你们要赞美他 愿这些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就造成了 神说了 一切就成了 这个如果不太记得 可以回到创世去去看这些事 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 他立了命不能飞去 所以他创造了天地和这其上的一切万物 所以从七八九十都在讲 鱼 深海 火 冰雹 雪 雾气 大山 小山 树木 香薄树 野兽 昆虫 所以很多神造了一切万物 为此我们要赞美他 使人生命活泼 使我们可以享受这些 他所创造的这些大地的美 这个是我这里很喜欢的 OK 好 再来呢 在149篇的三到四节 他是这样说的 愿以色列因他的主而欢喜 愿西安的名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 吉谷弹琴称颂他 因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的装饰 好 这个就让我想到 好 他们要赞美他对不对 他们要歌颂 甚至他们要舞蹈 要吉谷 好 这个就让我想到 要早期的先驱者在那个 在那个白汉阳会长的带领下 他们西签了对不对 那在嘉义和声约的138篇 35篇对不起 那希望这个没有太多的 因为我没有带新版的出来 然后他就讲到说他们出来 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当他们快乐的时候 他们要 好 他说如果你们快乐 就用歌唱音乐舞蹈 以及赞美和感恩的祈祷来赞美主 如果你们悲伤就用祷告呼求 主你们的神好使你们的灵魂喜乐 好 这个就是在讲 所以不管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赞美神 就像那个迪特乌许多会长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有好事的时候 我们才承担神才感恩 OK 那最后想要用150篇来结束 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昌赞美他 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用脚声赞美他 鼓舍弹琴赞美他 几鼓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和乐器和消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 所以 用各种方法我就不写了 可以赞美神 好 所以 最后只能说 哈雷路亚 所以想想如果我们忘记了 可以被提醒 究竟我们身身旁有多少神的能力 在我们当中 只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视而不见 或感而不觉 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这些神所给我们的恩惠 给我们的带领 跟给我们的祝福 好 我真的知道神是永恒的 他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述说的 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部分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感觉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对这些事情有见证 我们就真的会赞美神 我们会仰赖他 我们会追随他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会喜爱跟爱慕他 希望本周的这些影片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在这么艰难的这些150篇 我们也作为结束了 也希望这些事情对大家真的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 最希望还是说这个影片对大家在福音道路上的持守 能够有加分的作用 那这也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希望呢 来 这个礼拜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礼拜的目标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 好来 每天赞美神 好 这个目标是我们每天赞美神 那上个礼拜的目标你做到了吗 好 这个礼拜是每天赞美神 好 如果找不到很多 至少找个三个呗 好 身体健康 平安 工作顺利 OK 或是什么 都可以寻找一下 当然 如果可以找出更多 那就更好了 所以我们要赞美神 那就是 这个也就是我 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是林姐妹 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要欢迎你订阅 然后可以跟别人分享 然后甚至呢 给我一点鼓励按赞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要邀请你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这个影片有广告 然后请你 请你 多让他跑一下下 因为这个 可以成为我一点点回国的收入 好 那可以 付一下我的影印费 这样子 好 感谢大家 这是林姐妹要跟大家说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跟谢谢大家的 一起学习 那我这样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